大家好,我是医院,欢迎回来医院的实况频道 今天我们继续万国觉醒 今天我要分享的是有关于远证挑战的小技巧 大家可以参考参考一下 因为有些观众还是没办法挑战过远证的挑战 所以我就分享了一些我本身自己挑战的小技巧 你们也可以参考 这次更新就有改变了一下远证跟埃及之战的图像 比较漂亮一点 OK,首先我们进去来看 大致上我的挑战已经到了70多了 72,73了,还没有完成 挑战有分成两个部分 如果是红色的旗帜的话都是跟队伍打 如果紫色的话只有一个武将 你们需要挑战那个武将 我这边就有分成几个大家可能会用到的挑战 队伍攻击如果是红色旗帜的话呢 大部分观众呢都是带着一队一队这样子去打的 我也有录到一些短片给大家看一下 大部分是观众如果还有五队的话 他就用五队攻击一队一队这样子拉 拉去攻击来打 可是这样子是比较没有效率的 或者是大家就全部拉五队过去打一队 然后其他的队伍在旁边变成你的队伍也受到牵连 也是被其他的武将打 被其他的敌人打 所以呢我就有分享 我要分享一个不同的打法给你们大家知道 我选同一个关卡啦 就是我那个短片的同一个关卡 然后武将呢也是选一样的 OK开始挑战的时候 我们先把一个跑得比较快的队伍呢 先去拉一队过来 拉几队过来先 通常他会两到三队跟着来 等拉过来的时候呢 你们才来攻击 为什么要这样子攻击 如果你跑得太靠近其他队伍的话呢 其他队伍也会一起来攻击你 这样子的话 他们会发动他们的技能 发动他们的技能 如果有一些武将呢 他是有群打的技能的话 就会导致你的队伍很快死掉 所以我用这个方法呢 可以减低自己的伤害 也不需要通时间打太多的敌人武将 这样子比较安全一点 然后再攻击第二队 用五队攻击比较有效率啦 打得比较快 OK 所以到最后呢 我们五队还是活着的 只是拜巴尔的命会比较短一点啦 可能是因为他的骑兵太多 跑得比较快 我放蛮多骑兵在他身上 不过他里面呢 我拜巴尔的搭配呢 就是拿拜巴尔搭配顺武咯 两个技能都是有群打的 所以二次伤害 二次群打伤害 所以要看适当的时机 就要把拜巴尔拉出来咯 可以啦 可以让他出来了 因为他再打下去的话呢 拜巴尔会死掉 而且有时候会卡着 你看像这样子 对方是圆翼金哦 圆翼金的直接攻击会比较痛一点啦 所以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 而且他跑比较快一点 他是有骑兵 不过拜巴尔他在被攻打退 撤退的状态呢 他会有提升速度啦 所以不是带大的问题 OK完成 所以大家呢 可以参考这个方式来打哦 因为如果通常你 通常你打队伍的话呢 他不会要求你 就是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内 完成你的任务 他全部 他只会说 把全部的敌人杀掉 然后伤亡不超过60% 所有的统帅存活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来做一下示范 就关于 如果打单一武将的话会怎样 也是一样用一样的队伍来打 不过这次的方法呢 就有点不一样 你先把一些队伍集结在一起先 然后你看哪一个队伍要先去把敌人牵过来 我的话通常是用西皮 因为西皮呢 他比较硬一点 比较抗癌 所以比较容易攻打敌人 所以其他的跟他搬近一点 然后可以撤退了 为什么我们要先把队伍放远一点呢 我可以停下来 你就走一下停一下 走一下停一下 然后再把剩下的队伍 从后面攻击 这样子的话呢 你们就不会触发到 那个敌人的攻击 他们的那个技能 有些他的技能呢 是在范围 有一个特定的范围内会攻击到你 如果你把你的武将呢 全部放在他的背后这样子来打的话 比较容易伤害他 他就不会对你正面攻击 不过你会有一个队伍要 给他打咯 给他挨打 你看到你那个挨打队伍呢 差不多要没有命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把他撤退咯 不然你会死得很惨 而且你也完成不了任务 完成不了任务的话呢 你就不能拿每日的那个 呃 远赠奖励 OK 差不多了 CP跑比较慢了 先让他撤退先 OK 现在撤退了一个CP 可是我其他队伍的命呢 还是算蛮长的 所以还是有机会获胜的 这样子打的话比较有效率咯 至少我在CP挨打的时候呢 都已经捡了差不多了 超过一半的命了 OK 胜利 OK 这次的更新呢 就更新了这个防守跟进攻的嘛 来我们先来挑战一个试试看 我挑战一个50等的咯 OK 现在要进攻了 我们先沿着路先打这个 武将先吧 先把他打掉先 然后那个进攻的武将呢 他只能跟着跑 没办法 团结一星打得比较快吧 OK 这个搞定 再来下一个 哇 不过我的圆异金还蛮强的 他可以自己搞定 哇对方那个拿木好惨啊 哼 试试证明呢 我的圆异金呢 还是很强的 我可以直接进攻 呃 大致上呢 这个还不会算太难啊 这个进攻 跟防守的部分 只是你打的方式要自己研究看看咯 看你要怎么打 诶 每个人他们的实力不一样嘛 他们的武将 至于武将搭配呢 你们可以看回我以前拍的影片咯 拍的武将片啊 也可以看武将搭配要怎么搭 OK 这样子就拿到了 富兰 爱尔赛富兰 的头 他的名字很绕口啊 还有一个是守护的 防护的话呢 你的敌人会在四周围来攻击哦 所以你们分散要分散得 远一点 这个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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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我的拜巴尔要攻两队 没关系 我的拜巴尔呢 还有范围攻击 他可以一个打两个 OK 就是这样子打咯 至于防守的部分呢 你们要防守到 那个时间结束为止 所以很像我这边是三分钟 是五秒嘛 我就要防守到三分钟 是五秒 到时间结束 我才算过关 至于你们在防守的时候呢 你可以学我这样把地图缩小一点 缩小一点的话 你可以看到那个敌人的位置比较远一点 因为你放大的话 你控制会比较麻烦一点 拉不到太远 如果你不要敌人 不要这么快打到你的那个城市的话呢 你就尽量拉远一点 这样子攻击会比较有效率 OK 如果你的挑战等级越高的话呢 很像我现在挑战50等吧 挑战50等的话 敌人出现的时间会更短 更短 然后他们的攻击力就越来越强 就是大致上是这样子了 每10关呢 他就会出现一个啦 可以你们挑战 如果很像我现在挑战到70关的话呢 我就有到70了 就有7个可以挑战 这样子还不错啦 因为至少你可以拿到艾塞尔弗兰德的雕像 也喊名字很绕口 真的很绕口 如果你拿到那个金币越多的话呢 你就可以换他的头越换越多咯 而且你挑战的热物完成越多的话呢 你的远赠金币越多 远赠金币越多的话 你就可以换一些奖励 还有包括武将的头之类的 如果你有一些需要的话呢 他也是每周都有更新换不同的武将 你也可以拿来换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啦 如果有什么不明白的话 可以在评论区帮我留言 或是忘记补充的话 也可以帮我留言一下啦 就是这样子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